可以了吗 开始吧 OK 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谢光传媒 以及光传媒的老板安乐女士 来主持 来开展这样一个讨论会 就是向四同桥 永世彭丽发致敬 以及我们致敬的方式的这么一个研讨会 我们邀请的嘉宾有 苏小康 周峰索 周小郑 甚至一些吴少平 这些很 向往民主自由 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 那么这个事情 四同桥 永世彭丽发的事情 我们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比较的清楚 就是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大家 我就刚刚读到一个 英文媒体 就是习尼先去报 几个小时之前的一个报道 也写了 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长的文章呢 非常有趣的提出了 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习近平 这是希特勒所说的那种独裁者 是骑在老虎背上 来来回回不敢下来的落夫 习近平看起来很强大 但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是彭丽发 还是习近平 是那种为了自己的原则 冒着生命危险 勇敢的抗议者 还是那种不允许 自向人民发生恐惧 满怀的自大狂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这个事情呢 本地乏这个事情 还在进一步的发酵 那么今天呢 非常有幸的请到了 各位老师 老朋友 新朋友 新朋友 现在呢 我想我们大致呢 今天这个讨论会 包含了几个部分 第一人呢 我想就请大家聊一聊 听闻这个事件之后的 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自己的一些感受 感想啊 然后呢 这个发言的兴趣呢 我想 我想还是 先到了 先说啊 这个最早到的是 吴少平兄啊 吴少平兄 要不你先来 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的 一些感想 感慨 廖老师就是 我今天主要负责 我8月20号到加拿大 那么到了加拿大 20多天 我到中共驻 多伦多总领事馆 去抗议 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经历了整个 八九领域和六四屠杀 而且呢 在六四屠杀的过程当中 6月3号 从傍晚 整夜 我都在街上 而且呢 早晨的时候 我到天门广场 东南角的那个南路 南侧 就是那个人人大九楼的 那个前面呢 我是在现场 互赌了中共军队 开枪射杀 所以我一直就觉得 有这样的一种责任 我是一个幸存 幸存者 可是呢 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 必须得承认的是 就是 就即便是在海外 从事推动中国的 自由民主 人权 法治 宪政的这个运动呢 也可以说是 越来越艰难 而且 甚至在海外的 这个环境当中 越来越有点像是 我们以前看的 那个电视 就是说电影 在什么敌后 搞地下工作的 那种感觉 就即便是在加拿大 这么一个 平和的 一个有成熟民主制度的 而且呢 又是一个 社会矛盾相对 不是那么冲突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反而 敢于站出来 去推动中国的 自由民主进步的人 越来越少 而且呢 人们心里的胆怯 恐惧 越来越多 以至于到现在 甚至很多人 在公开的场合 都不敢去批评 中共的专制独裁 这个过程 是一个特别令人 应该深思警醒 那同时呢 也是应该是 想办法去扭转的 这么一个局面 那国际社会这两年呢 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 整个国际世界呢 对这个中共的认识 越来越清楚 但是呢 这种恐怖的气氛 在中国确确实实是 到了一个 很极端的程度了 尤其这个 这几年的 这个疫情分控以来 因为中共把所有 应付疫情的 这些手段 其实呢 都直接用于了 它所谓的这种 治安管理 事实上呢 绝大多数都是用于 对普通人民的 这种控制 以及是对 任何的一个 反对派 任何的一个 他已经知道 可能是 或者是呢 有潜在的可能是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反对者 所以在这种形式之下 在这样的一个 一般人看起来是 漫天的黑幕之下 有这样的一位勇士 站出来 剑挑黑幕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呢 他的这个做法 从我们这些年看 中共对于 反对派 对于敢站出来 挑战他的 这个 暴政的人的 这种做法上来看呢 知道他真的是 面对 面对生命的危险 所以呢 特别觉得 鼓舞 特别敬佩 而且这几年 整个的这个社会当中 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 其实在国际上 在我们海外的这个华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当中呢 也是充满了悲观失望的这种情绪 当然这种情绪 应该说有很复杂的东西 不是说仅仅是对 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制度转型的 被关失望 也不是说仅仅是对中国 比如说中共政权 他是不是会尽快的倒台 解体 而是呢 比如说我自己 我也对中共这样的一个政权的 在社会层面造成的 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一种伤害 包括对人的信念 理想 信仰 包括对人整体上的这种人文情怀 人的善良 政治等等这些的伤害呢 其实已经是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社会 而不是说 在仅仅一个政权的这种 中共政权的结束 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 就能够整体上能够跟着转过来的 这当中当然也包括 越来越多的精明的利己主义者 越来越少的 为了正义 理想 公义 为了别人的利益 敢于站出来 去振臂欲乎的人 敢于站出来追寻理想的人 真的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站出来一个 这样的人他还不是说站在街上喊个口号 他不是说站在某个建筑物前 举一下一个牌子 他这个肯定是精心策划的 他这么大的一个举动 而且那么大的横幅 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虽然这个细节现在我不是特别清楚 那么他的六要六不要的这样的诉求 以及他要把习近平直接抬出来 这都是需要非常大的智慧勇气 以及是要有精心的安排固制 以及在这样的这种监控之下 连人们都不能够自由地走出自己家门 都不能够随意地去超市买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他能做成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而且正是他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应该给很多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结问 因为这几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在网络上至少在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舆论就是觉得 中共就是中国人当中来的 有这样的中共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民 中共不行是因为中国人不行 那么中国人这个之所以不行 是中国几千年的这个社会文化历史等等都不行 而且呢就是说 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走向自由民主 宪政人权法治这条道路 因为中国人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资格 没这样的一种 就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命运 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言论 当然也许当中有一些 恰恰是中共他安排的 就是让人要放弃 对这些东西的追求 放弃这样的一种信念 放弃这样的一种想要去 现身于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这种冲动 但是呢应该也是有一些 我听不到视觉的声音了 你们听得见吗 听得见 能听到那可能是您的问题 我很快就完 就是说呢 很多人现在把这样的一种 非常失望的情绪 不仅仅是一个情绪 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这样的一个屎盆子 就整个就扣在中国人的头上 事实是这样吗 中共从见证的那一天起 就一直有 从来都有 从没有间断的有 像这样的一个暴力政权 不断的抗议 不断的去奉献自己主动牺牲的人 多少人了 所以说呢 他这个时候站出来 我觉得特别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时机 而且是在这个中共的二十大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也看到了我们 就是包括海内外 也不断的有人在去传播他的信息 像我们在多伦多 也是有很多 这一次呢 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集会呢 来了很多年轻人 大学生 以及在这或者在这留学毕业的 就是二三十岁的人 那么他们就讲到 就是说呢 至少这个做法给了人们的一个 就是在这种非常沉寂悲哀 在这种监控之下 人们觉得没有出路 无事可做 没有地方可以撕开一个口子 连呼吸一口 新鲜的自由的空气都做不到的时候 他把这个黑幕给挑开了 所以这个意义 也不用说 我也不需要去夸大它 但事实上确实 而且也许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效应 这样的一种影响 至少在海外能让它持续下去 持续的时间越长 那么当然这种效应的这个效果就越大 所以呢 这两天我也在琢磨着跟周围的朋友 就是在商量 我们要写一些相应的文件 就递交给加拿大议会 政府 外交部等等 希望他们也能够去关注这个事情 而且呢 看看能够从外交层面 去要求中共 起码是保障这个人的安全 等等 这样的这些努力 因为我没想到让我们第一个讲 所以就完全是 就是没有准备 那么我先说到这儿 谢谢 非常感谢盛协老师 我觉得盛协老师讲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人呢 主要还是简单的聊一聊 我们在这个听到这个事情 听完这个事情之后的感想 我记得有一次在可乐巴号上 我请教盛协 说你这个几十年来 坚持这个反对共产党 你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说了一个很 我觉得给我一个很有趣的回答 他因为审美啊 审美啊 共产党太丑了 所以我相信 我的原话就是 他无时无刻不再挑战 我的良知和审美 审美 对对对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看到那个四同挑战 这个勇士的时候 我们的确有一种崇高 有一种悲壮的审美的力量 在那里 所以我今天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请到了苏小康老师 苏小康老师是大手鼻的文学家 我不知道文学家的面对这个事情 要发表什么样的感慨 我很期待 小康老师有请 让我讲 我讲几点 第一 这个彭先生 彭什么 彭申发 彭立发 我们现在好像对他的资讯 还都知道的非常少 这个人呢 我们现在只从这么一个视频 或者是一点很有限的信息 可以得知这个世界的一些 非常简单的信息 但是意义极其巨大 第一嘛 当然是 今天这个习近平在中国 建造出来的这个极权的这个模式呢 这我写文章里已经讲很多次 那是空前的 整个人类没有出现过 中国当然也没出现过 他的这个控制高压的这个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 那在中国 他当然不仅是控制了老百姓 我这个民间 他控制了整个共产党 包括政治局的所有人 当然是用暴力 用恐怖 可是他做到这一步 在中国今天 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和反对的力量出现了 是吧 当然 大 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 甚至我估计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共产党的干部 都是在恐惧底下 是非常愤怒 非常反感的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人敢站出来了呢 几乎不可能 这位彭先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人 他现在做出来这个动作 有几点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第一是他提出的口号 他主张的这种理念 是一下子抓住了目前 当下中国亿万人的心声 大家恨透了这个习近平 好像小康兄的视频 好像freeze 他链接那边有问题了 您的您是静音了 OK 那要不这样 就是小康 小康老师 那我们 我们也 这个 出那些小 小状况 这样 我不知道那个 周小康 刚才我说掉了 是吧 好 你现在回来了 你现在回来了 大概 刚才我不让我们掉了 就是说 我刚才第二点讲的是 他的这个 他这一出手 他的这个含义 他的这个意义 meaning 我们英文讲meaning 是绝对极其准确 这个不容易 这要有水平 那么第三点 我相信 他这么一个大动作 另外他选这个地点 这个四通桥的高架桥 这个地方是不远不近 也不是在 当然他在更中心 不可能 是吧 但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的 海淀的一带 我们家就在那附近 过去 那个地方是 现在是 极其中心的一个地方 而且他在高架桥上 来高 所以他这些设计 都是一 一开始都全部想好的 非常成熟 所以我呢 我第三点我就想呢 我认为 这不是他一个人 可能是一个团队 现在我们 什么也不知道 是吧 到底 他当然是被抓住了 但是他这个团队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也不清楚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事情 在万马奇音当中 在任何人都 无法发生的情况下 他这样登高一呼 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效应 是不得了的 但是呢 我要讲第四点 我们也不能 也不 也不 不要 基于太高的希望 就是说 后续能够产生什么 更大的效应 群众效应 我不太 我不大 抱希望了 这当然也是共产党 今天他一定 他们太 共产党这些年 已经对这些镇压 已经太熟悉了 他们知道 下面要做的事情 不是怎么收拾 这个彭勇士 而是怎么把他这个 效应降到最低 那么我再 我另外再想 讲一点呢 就是 我们能做什么 我现在唯一感到 连觉都睡不着 我觉得我 就是 这位彭勇士的 他有家属吗 好像我什么地方 在网上看到 他好像一个女儿 我不知道这个信息 是真的假的 有太太有孩子 小家里 有太太 他是黑龙江人 黑龙江的 龙城出来的 那个年龄来讲 应该有父母兄弟 他那个 他有夫人 我们有他的资料 真的 现在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做别的 怎么样也得 救助 海外是 这这么多年在海外 我们能做的 就唯一是这样一件事情 对这个 以前对709律师 更早当然是对 89的64的难署 是吧 等等 现在这些工作 据我所知 我知道的一些渠道 是几乎都没有任何作用 钱也送不进去 是吧 这个人也联系不上 因为共产党的控制 但是这位朋友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concern 就是说 我们海外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助一下 当然第一是想知道 他现在的情况 他进了监狱以后 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今天不是这个 这个安娜 让我来改一个 这个一个呼吁书吗 主要是针对 北京的这个公安人员 呼吁和这个 怎么讲 就是呼吁他们吧 绝对不允许他们对 彭 动酷刑啊 这种迫害啊 是吧 这当然是可以做的 是吧 文字上可以写的 效果怎么样 我不知道 像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说的 怎么能够帮助他的家人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我们海外 唯一能做的事情 然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很关心这些事情 OK 我先讲那么几句 好吧 好 谢谢小康老师 其实小康老师 也把我们想在第二轮呢 第二轮重点讨论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该做点什么 我们怎么去做啊 已经开了一个头啊 那第一轮的我们想 还想先集中于 大家站在隔着的角度啊 听闻这个事情之后 您的第一感受 感影响是什么 那你比如说周老师 周小胜老师啊 他今年年初呢 周小胜老师有两个愿望 第一是普京下狱 第二是习近平下台 可能第二个愿望 周小胜老师呢 是不是有可能今年落空啊 这个所以我想 周老师听到 这个四重 四重桥上的一声吼的时候 周老师一定有不同的感受 周老师您有请 周老师 你好 我还是讲基础 就是我们作为老师 所谓的传道授业解惑 传什么道 当然是道德的道 道义的道 或者叫真理 所以我们叫三根 一个是真情 一个是真相 还有就是真理 这个现在呢 我做的一件事之一 就是要打掉 他们这个虚伪 这个所谓的用于操化 就装孙子 比如说最近他这报告 你就能 你就能听出来 叫做 谁敢分裂我们的 国家 我们就 动物 这个 这个基本概念 就完全 丑 台湾 什么时候有台独了 台湾是中华民国 成立 111年 那是中华民国 占的土地 大概是 1200多万 平方公里 他刚刚说 谁敢分裂我们国家 谁敢 普京就敢 俄罗斯就敢 分裂我们多少 分裂我们 咱们就别的不说 就说 库越岛 台湛伟 或者叫三外 外东北 外西北 外蒙古 不是 对外蒙古 一共是320万平方土地 习近平是无知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连这他都不知道 他就刚刚说 人家中华民国 分裂中国 明明是红色中国 分裂中国 1931年 毛泽东 在江西瑞金成立 中华苏埃共和国 这不就是境外敌制 我就一再开玩笑 你弄一大毛国也可以 你怎么弄一个 中华苏埃共和国 那什么人 现在 这个习近平最近这几年 犯的这些 极大的罪恶 比如他跟普京 他勾勾搭搭的 普京就是原来的沙厄 后来就变成苏联 苏联结了以后 现在又变成了 俄国 他到现在 俄国还侵略乌克兰呢 我一再说 乌克兰是最好的国家 对对 他侵略人家 而且中国有好多人 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 颠倒 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 连侵略 还叫他们有一个词叫俄乌战争 根本就错 什么叫俄乌战争 俄罗斯的侵略战争 对于沃莱 那叫抗俄战争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抗日 他来个俄乌战争 这个词都不对 所以我还是说一个基本的东西 就如果有人要讨论20大 那你就必须得讨论一大 也得一大 我们说共产党的一个本质 就是骗人 你不是一大 共产党什么成立的 我们也 听这些专 这个专门人研究过 当时 中共论坛是1920年成立 1921年开的一大 相当一个孩子出生 和这一个孩子 过满月或者过周岁 这俩干系就跟混了 出生是出生 这个周岁 这是生日 他在一大是共产党成立以后 20年成立以后 到21年 他开的一大 而且还不是7月1号 是7月23号 就这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为什么 我是中央党是干嘛的 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 就是一个境外敌对之力 在中国成立一个 大规模 有组织的诈骗集团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三真呢 就是所谓 真实 真相 真情 我一再说 我说你们如果要讨论 20大的事 你们先得知道知道 九大 因为九大那时候 我已经成年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在前两天 我又看见一个 当时新闻电视门上拍的 这九大的一个 一段片子 就是技术片 你就看看在人民大堂里 毛东一出来 底下这帮人 估计得有成千上万 或者激动的热泪盈眶 当时毛东 坐中间 这边林彪 那边周来 我说你要看看那九大的 那个将近一万人的 那个 就是所谓的群众 你就能知道 中国的事情 还有很长的路 所以我同意 苏小康说那话 就是你对 未来不要特别的乐观 好像有一个人 自从瞧上 弄一标语 中国就 就好了 还是那句话 任中国是道远 所以我就想 他们有几个词 我老给他们讲这个课 因为我是老师 就基本概念 比如说 谁是谁的人 他们说这个人 是习近平的人 这个基本概念就错 我就问你林彪是谁的人 林彪在九大里头 给他写的党章 我就一再说党章算什么东西 中国有一句老百姓的话 中央文件跟白痴一样 当官说跟他放屁一样 我就问你 九大党章里 九大一中全会 就把林彪写在党章里头 毛泽东的亲力战友 和可靠接班人 一两年 击毁人亡 死了就 我就说你们要想 研究二十大以后的事 你必须知道 所谓充分的认识过去 我们可以弄清现状 深刻的认识过去的意义 我们可以揭示未来 向后看就是向前见 我根本就反对搞什么预测 历史事实 你比如说党章 党章算什么东西 九大那党章给林彪写去了 一两年他就死了 击毁人亡 所以九一三 这个 这个包括四人帮 毛泽东掌权二十七年 死了不到一个月 他最信任的 华国锋 叶剑英 汪东兴等 就搞了个环上政变 就把四人帮给抓起来 判了死刑 包括三十三年 你看六四 胡耀邦死了 大伙悼念 小平在这抽风 突然间 他在1989年425号 在他们家开个会 完成给定性 那叫动乱 于是426 人民日报发表反动社论 叫提制先民的反对动乱 这就是小平的干净 小平充足还没毕业呢 那叫什么做 所以学生就不干 所以427号 就是由我们学校打头 北京的学校 大概十几个 叫427 冲出上门 走到大街上 所以又走到天安门 那叫427大游行 小平一看不行 他一想 我是425 在他们家开的会 426 发表的社论 427 你们学生就出来了 他就调兵 调兵呢 所以老有一个词 叫兵权 我就说你们知道 什么叫兵权吗 我就问你林彪有没有兵权呢 指挥权有没有啊 人家是国王部长 军委常务副主席 人家的所谓的四野 从东北打到海南岛 我就问你林彪有没有权 我要跟你们举这个例子 权就是军权 军权就是指挥权 我就问你林彪有专机 谁都知道 三岔底盘的英国生产的 大型喷尽客区 那他的专机 他想跑 他想润 没润走 那专机有四五个人 专机机组 有驾驶员 有副驾驶 有什么岛 什么领航室之类的 我觉得你林彪 当了这么多年的国防部长 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而且又被写在九大港帐里边 他连他那机组 他都指挥不了 他以后老人说权 习近平有什么权 习近平指挥军的 你让他指挥室 林彪就计划人亡了 包括八九年也一样 人家学生导念一下火把帮 这邓小平由于坐贼心虚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外号叫钢铁公司 用矛盾夸的 他是免礼藏针 为什么 他杀人无数 你们他不知道吗 33年以前你们学生 你们不知道 那有情可原 因为学生年轻 所以小平 他杀人 还现在33年以后 还有人说 小平不敢开枪 怎么不敢开枪 你想 他在历史上 他杀过多人 杀人是他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就一再说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这句话 五日三行五身 反省 畅悔 或者叫自我批评 现在中国人最缺就是这个 习近平他当然了 习近平就是两个死 一个是死不认错 一个是死不要连 可是我们得反思 那么习近平怎么上去 他当然要下 他怎么上去的呢 怎么上去的 有几个原因 比如说李锐 活到102岁 党的优秀的一个老干部 他有没有说这样 他是第三梯队的 主抓第三梯队 中组部常务部部长 他找习近平谈的话 我就问你 李锐当然已经去世了 李锐是个优秀的党的老干部 但是我们对李锐的认识 也一样了 他怎么就提个李习近平 而且习近平上去 上去之后 他就不下来了 包括江泽民 包括胡锦涛 他们都是优秀的党的干部 可是他们都瞎了狗眼 你让他们 你让新秀民上去 他就不对 他就不应该上 所以他们就推到体制 他们就说这体制问题 这就是胡说八道 体制哪来的 体制是外国人给他们造的 还是天料理的 那体制不是你中国人 自己造的吗 你不是89 这个33年了 你们就不知道 小平开枪 当时我听的是中央 周老师 稍微打断一下 说答应一下 因为第一轮呢 我们就讲这个事 对 因为今天的主题 我们是向彭丽发 这个勇士致敬 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您的感受 因为后面的 后面我们还有时间 听您展开的论述 就是第一轮谈谈感受 好不好 我们周老师再给您两分钟 可以的 感受我的意义 就是我的感受 就是说要讲三真 一个叫真相 真情 还有就是真理 就是把这些 基本事实先搞清楚 特别是这 对几年三件大事 一个就是林彪 九一三事件 一个就是粉丝四十帮 一个就是八九 已经33年了 郑老平开枪 这些基本事先搞清楚 这是我的感想 好 谢谢 因为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位先生 他的做的事 不用说 不言而明 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 这个有没有读到的一些 社会方面的想法 在这个事情的社会影响面 一会您可以再 不是 我讲课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所谓的对色中的智胜之道 就是博弈 博弈 你不是博弈有一招 就是不要反对三级 一个叫极权 一个叫极端 一个叫极端 因为中国已经111年了 中国的宪政 这个所谓的 没有建立起来 当时我就记得 人家李瑞就说了 他说中国的宪政 什么时候能开张了 现在应该说111年了 哪开张 人家台湾开张了 好的 好的 好 那么 这是我的一感想 感谢这个 但这种人像这种 这种勇士 在中国层出不清 比如我们人民大学 我就记得至少有 三位女同志 一个就是张志欣 被这个毛东这个儿子 不是侄子 毛远欣 相比之前 下令给他隔壁馆 我现在一个讲牌 就是我想通过我的学生 当记者人 能够找着毛远欣 小子现在已经80多岁了 你是当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 张志欣 隔壁馆 我想问问毛远欣 如果要见他 我要问你 你现在都快死了 人之将死 天也善 鸟之将死 天未爱 你在你 多少年以前 你把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 张志欣 隔壁馆 你现在怎么看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 林昭 周老师 这个人民大学的故事 我们以后再聊 以后再聊 非常感谢 我想找到这些最基本的事实 好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今天还有那个周锋锁老师 周锋锁锁锁一直关注啊 这个中国中国的这个人道 人道 他有一个组织叫人道中国 我想 风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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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非常热衷这个话题 因为中国老百姓没有参与的权利 所以习在不在台上 当然肯定是在台上 在此之外 比方说李克强是不是当委员长等等 或者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是可以 但是对老百姓没有任何影响 对习近平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勇士梁力发 当他出现的时候 的确就是感到非常振奋 其实这才是我们要的声音 就是我们民间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当然他这个声音非常了不起 就是他是经过精心的准备 然后很有创意 很有部署 这个故事的确是一个传奇 因为在全世界都关注的情况下 在中共的权力中心 在北京最敏感的地方 在这种层层监视之下 能够做出这样的惊人之举 的确是非常激励人心的 其实我也就对我来讲 当然也是深有同感 就是我自己当年去 25周年的时候 我想回国去挑战那个闯关 那当时也是的 尽管那时候我明说了 我们要闯关等等 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种 他不是说是密不透风 他总是人为操纵的 不管再高的科技 其实他是都有漏洞 那么梁力发这个反抗 就的确表现了这一点 就是一个人的这种反抗 他可以在那一瞬间 就是的确把这个体制 基本就是给他撕开一个口子 那他选择的这个地方 是叫四通桥 四通桥当然对于我们八九一代 非常有意义 我也一直没想到 就是八九之后 并灭掉的这个四通公司 后来还能有这样一个遗产 33年来通过梁力发 这个意志 再次展现在市里面 这真的是历史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八九年的时候 四通公司作为那时候 影响最大的科技公司 也是天门广场 最活跃的一个支持者 比方说我今年刚刚收到的一封 这个八九年最早的传单 很有可能就是四通公司 捐献的那种打资机才能打印出来 因为那个是打印的 而在八九年就有这种中文打资 只有少数的这种公司能做得到 当时学生就有 这就是当时这种 这样的公司支持 还有的这个结果 现在不知道了 通过这一次八九年万日南 他们四通公司这个 就再次展现出来 那另外呢 他做得很仔细 比方说他有这个扩音器 有浓烟 他打扮成这个市政工人 然后呢 他这个浓烟呢 他用的是发烟剂 当时很多人误传他自焚 其实我当时仔细看了 就是看不到火 但是烟非常大 这个烟呢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发烟剂 水泼不灭 水泼了以后有可能更大 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官方 就是说警察去了以后 手忙脚挖 警察把他抓起来了 然后警察去泼那个烟 但是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而且那一阵最震撼的就是 那个声音不断的播 就是这个很响亮的 那个口号 一直在那里 浓烟滚滚 这个口号声音很大 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在我们看来 他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 的确是一个奇迹了 这种奇迹呢 就是往往其实是有的 那缺的 就是这样的这种创意 勇气 中共的统治 靠的是谎言 暴力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表现出的就是 有意无意的这种恐惧 我们有这种恐惧 哪怕比方说在海外华人 在甚至跟中国有关的 这些西方人士 都会表现出来 那么怎么征服这种恐惧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做出一小步 或者像杨立发这样 做出自己的行动 来战胜这种恐惧 那最终 这个共产暴政的垮台 就是当人们 蔑视这种恐惧 然后行动起来的时候 就会来到 那这一次当然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这个行动 立刻得到了 全世界的关注 中文世界当然是了 推特是最好的一个空间 但是在英文世界 也是我在LinkedIn上发的 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人来点赞 有三万个阅读 都是因为那个LinkedIn 是很小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就发现 有很多在大陆 做了很长时间生意的 这种外国商人 是说这个干得好 说中国人终于有一个 有勇气的 把想说的声音说出来了 所以这是非常孤立 鼓舞人心的一个事情 那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对我来讲 的确感到一种鼓励 就是他不光是有勇有谋 他很有胆识 他写的这个文案 非常精彩 直接打印出来就可以用 而且是很好的正刚 而且这个正刚呢 对于当下的中国人 立刻就可以有响应的 这种感召力 对于拿到全世界 翻译成英文 都是非常好的文章 一眼就能看清楚 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我们在八九年的时候 就经历过从刚开始 比方说喊自由 到后来要打倒腐败 等等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个文案做成这样 它是非常精心考虑的 然后写的那么好 为什么我觉得很激励呢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就是觉得后继无人 我们看到就是觉得 这个越来越凋零了 但是呢 中国民主将来真正有机会的时候 会有很多这种有胆有识的人 那像这些人站出来 那他们会成为民意代表 成为未来竞选的 这种候选人等等 这就是可以代替 就是现有的制度 在这里边这种作恶者 这种思维素餐的这些 在上面主宰十四人命运 这样的这种结局 当然这样的一个壮举 它有很长的历史 那从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 它在推特上 其实是受到很多的鼓舞了解 这个也显现出 中文推特一个独特的力量 就是说 中文推特 尽管现在有很多的混乱 过去这么多年 但是呢 它的确是中文 特别是简体中文环境 唯一的一个 能够有言论自由 自由述发的一个空间 这样的一个空间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寻求自由的一个共识在里面 而这个共识呢 就让人们日积月累 可以有很多的这种 各方面的训练讨论 那你比方说 像这个 他穿工作服去那里 其实这个在推特上是讲过的 比方很多人谈到 穿大白的衣服 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是反复谈过的 这些呢 这是就是显现出这种 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所以推特尽管很多地方 现在可能很多不满意的 但是的确作为一个中文 就是这种自由言说的空间 形成共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空间了 那还有当然更令人鼓舞的 就是他这一次前所未有的 把年轻人带上这个战场 我们看到在海外 就是从来没有过 可能八九位以后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学校 公开参与这个活动 就是可能现在看来 基本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参与 至少有一百多个海外的大学参加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 因为我们在海外 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做学生的工作 有多难 但是这一次这个火就一下子点燃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时机 是干材烈火 而他的这个形象 他自己的文案设计 非常打众人心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国内的 这个形成的这个影响 那么最鼓舞人心的就是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这个是在小西天 在离中南海非常近的地方 有人去在那里贴他的标语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谁 我希望警方还没有抓到这个勇士 这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显现出来 不管中共怎么控制 其实总是有这种空间的 当然这个桥上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他们搞了很多人去看桥 也许以后要去看厕所 但是这些看完了 也还会是有别的空间产生 那今天呢 还有一个特别鼓舞人心的 当然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确认 就是在广州 有人打出来的 就是跟这个梁立发的 这个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完全跟他类似风格的 一个要求 而且是挂在这种的 牵桥上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在中国的很多地方 东南西北都有的 特别可喜的就是在国内 有很多中学生参加 在深圳中学 在各地很多中学生参加 这个是非常令人鼓舞 就是显示出 就是自由民主 他这种来自于人本性 就是上帝造我们 就是照神的形象 本来就有人有追求自由尊严 这样的这种要求 而这种呼求 进门怎么压制 在这个时候 一下子闪现出来 还是有很大的感召力 因为做这些事情 风险都是很大的 当然在网上各种的 这种传播等等 很多人用微信 比方说微信大屠杀 就是可能有60万的账号 被销掉等等 我觉得前两天讨论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好 就是说很多人 你可能看到说 只有一个勇士 你可能觉得说是 好像人数很少 但是反过来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反抗或者想反抗 但是我们可以从官方 害怕的这个程度来知道 官方有多害怕 官方非常的紧张 他连这个海电 桥 勇士 甚至我看见了 他都要禁止 这显示的是 完全的一个空虚 恐惧 就是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 不管他怎么在那里 涂脂抹粉 在北京 现在他可以 用他的那种 官样的语言 做出这种表面的形象 他是没有任何的 合法性的一个政权 那这个政权 就是完全可以被 这样一个勇士 在这个道义上 给他击穿 所以这个行动 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呢 还有一个就是 在昨天 在这个中共的 伪二十大开的时候 他在这个推特上 发了一段 引用孙中山先生的文章 就是 这个也是非常惊人的 一句 看来呢 很有可能是他自己 事先设计的 在这个时间设定的 发的推文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被抓以后 他的推文已经被轻轰了 这个突然发了 发出来 不大可能 就是有人说 可能是 国宝发的 但是不大可能 在这个时候 国宝还会 做这种事情 很有可能是事先设定 这也是他这个 梁立发传奇的 又一部分 所以 的确在现在 他的这个形象 就跟八九年的 坦克人一样 我们可以叫他 四通乔勇士 有人英文也叫他 乔人 Bridgeman 这的确是 另外一个坦克人的形象 在二十世纪 全世界的人 后来记住的形象 坦克人就是 最重要的形象之一 尽管八九民运 在中国失败了 但是坦克人 所代表的 这种 追求自由民主 无畏强权 这样的这种 个人形象 那这是二十世纪 最重要的形象 那现在 梁立发的这个 形象 也是具有同样的 这种感召力 因为中共的这个 倒行逆施 还有习近平 自己的种种作为 其实已经激起 全世界的 这个 共愤 那所以呢 全世界 其实都希望 还看 希望看到 这样一个中国的人 所以 就是为什么 这一瞬间 他出现的时候 全世界都感到鼓舞 英文的这些 对他的评价 也都是非常高的 当然了 我们作为 人到中国 做救援的团体 我们一直也很关心 就是他的情况 他的家人等等 到现在为止 其实他所有的 他的资料 都是从外网上来的 唯一内网的来的 就是他在抖音上的 那个账号 而在国内 就是墙内的 所有的资讯中间 现在还没有一张 他的正面照片 所以这个正面照片 跟他这个别的 可能还不一定 能够完全对得上 但是呢 这里边 唯一一个 现在可以追踪的信息 就是他在黑龙江的 这个地址 我还是希望 有些人能够去 通过这个地址 能够去 想办法去找到 关注他的家人 这个 在这个时候 非常重要 当然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 是梁立发 他会有别的安排 如果他能够 这么仔细的安排 也许他有别的 安排都有可能 当然 我们 你稍微喝杯水 喝喝茶 就是讲得太棒了 前面这一段 就是说 把这个 这个传奇 这事件的意义 这个时空 包括以他的 以他的影响 讲得非常的棒 下面呢 我就想就是说 这个 在第二轮 我们再讨论说 我们做点事 对吧 我们刚开始就 就这个事 说这个事 非常棒 就是说这个 理想到三十 三十多年前的 这个师同公司 所以这个我觉得 小康老师 顺贤老师 你们都是 都是这个艺术家 写作者 这是太好的题材了 那么第二轮 我想 想这个 我们谈 怎么办 怎么我们今天讨论 怎么向这个 本地发 勇士致敬 我们能做点什么 这个安娜 安娜 就成立 主持了这样一个民间的 民间的关注组 我想第一轮 也是请安娜 老师呢 做一个总结 也为第二轮 我们做点什么 开个头 有请安娜 第一轮好像还有 Jeff没发言 Jeff 还有一个 Helen OK OK 那个第一轮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就听就好了 我们 我们那个 嘉宾先发言完 然后其他的朋友 愿意发言 我们会留一点 自由的时间 跟大家来 自由发言 安娜你在吗 有请 我在 嗯 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 诚如周峰索老师 苏小康先生 周教正老师 以及圣贤理事 讲的都非常到位 非常的精彩 那么我呢 就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 这个关注组的一些情况 以及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 这个勇士 他的胆大 心细 珍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光传媒 也是有幸 是收到他的这个信 因为他是在 他林 他大概是在 当地时间 十二点钟 然后呢 他就群发了一个 这个告海外的 这样的 这个他的行动的 这个公知 公开信 那么他公开信里头呢 有 自由亚洲 我们光传媒 是熔烈第二 然后呢 这样的还有 包括一些其他的媒体 那么他也给 同时转发了一些个人 比如说像 魏京生先生 像这些其他的一些 大概有发了十几个人的 这个一封信 就群疤的 他是十二点多钟 发出来 那当时呢 那天我觉得这个也是天意 那天就 不就是种种原因嘛 就是到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我还没有休息 然后我就说 我就临休息之前 我就打开这个 我们的这个邮箱 看一看 因为万一有什么重要的稿子 什么的 然后就看到了 何然看到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信 刚发过来的 然后我就 第一时间 就把这个 就发个推特发出去了 所以大概我在 一点半的时候 就把这个推特发出去 把他把这个事情 讲了 所以我们是最早 发出的这个推特 这个事情呢 对我来讲 我非常震惊 因为就是我也是 跟孙小王老师一样吧 像周老师 我们都都在海淀很熟 我在海淀住了六七年 在这个四通桥 我非常熟悉 可以说这六七年 每一周都要去若干四通桥 那么我觉得这个勇士 无论他的选址 以及他的精心的策划 都是令人这个 叹为观止 非常的尊敬 这样尊敬他 那么我特别要跟大家 讲一下四通桥 因为我对四通桥 情况很了解 四通桥是北三环 和西三环的这个交叉 那么四通桥 是一个很重要的十字路口 它的西北桥 是人民大学 还有人民大学 还有那个地铁站 它的西南桥呢 是永宜宾馆 然后它的这个东南桥呢 是双安双城 以及这个全继德 还有一些居民 然后它的东北桥 是当代商城 然后在这个四通桥的正北 大概就是一两公里的 就是中关村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整体来讲 它这个桥本身 它不像国贸桥 因为它的桥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那个横幅挂的那里头 就是随便的一个是路人行人很多 再一个行人的素质很高 就是那么它又离中关村很近 这些高科技的人也很多 而且它因为桥不高的话 它是个单层桥 它不是那种像国贸 有很多桥三层四层 那它只是个单层桥 所以呢 它非常容易看到 所以这个不论让它的这个选址 以及它的整个 包括它的波音 它的刚才风筝老师讲的很细 我就不多说了 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勇士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 事发以后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关注组 就是跟这些相关的 这个比较关注这个案子的 这些朋友们一起 我们希望对它实行救助 因为大家知道 诚如每一位都知道 中共的血腥和残暴 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 那么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今年年初的深圳的这样的一个 也是一个举牌的一个人 现在杳无音信 那么还有去年呢 就是这个董瑶琼 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 她没有 她还不像这个坦克人 新坦克人彭丽发先生 她有这么周密的准备 她就是拿了一 像习近平的头像 泼了一个墨 但是现在呢 她就失踪了 然后现在像这种失踪的情况呢 是不止一个人 我听说光明日报的一个评论部主任 因为跟某一个东亚大国的公使 一块吃了顿饭 然后现在失踪半年不见 就说这种我们不能允许 这样的勇士 以及体制内外的开明人士 无声无息的就失踪了 而且呢我相信就是中共的本质 和习近平的本质 对于这个勇士 他一定会不会 他不会有任何丝毫仁慈 那么我们今天在加海开这个会的同时 我相信他一定正在煎熬的酷刑当中 所以我们呢就是很多朋友 也都是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第一我们成立一个关注组 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这个关注组 同时能够提供力所能及的消息和帮助 我们当然也已经开始收到一些资讯 包括一些网友给我们发信息 说愿意资助什么的 我们都收到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 就是我们希望借每个人的力量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 包括兽学老师讲的 就是说我们要使国际社会的一些 国际的政治 国际社会的国家和政府 一些相关人士 一起关注这个人的命运 他不光是说中国人的勇士 他岂是阻止习近平上台 阻止中共暴政 他也是世界人的勇士 所以我想在此特别提醒大家 我们要持续地关注这样的一个勇士 我们不能让它消失 而且我们也不允许中共这样的 随意的任意的让一个又一个的 这样的勇士被消失 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安大姐 安大姐也算是开了个头 成立了这样一个关注组 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 也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这个关注组 来献计献策 那么从各个角度 我想封锁有点事 有点事过不来现在 其实封锁的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人到中国这些人来和国内的联系 帮助也比较多 以后再找机会跟他来前面聊 封锁老师也是一个知名的 著名的活动人士 在这方面我想一定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有请封锁老师 好谢谢 您刚才是说咱们第二轮呢 就谈具体能做什么 对 就围绕这个事 我们能做点什么 对 首先呢 我在近几年 我都不鼓励在中国大陆的人 特别是个体去单枪匹马的 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 确实就是个人在这样的事情上呢 会有巨大的付出 除非个人是自己愿意这样走出来 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 这样的一种愿望 他自己有行动 那么这个跟海外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确实我在这些年当中呢 包括有人要求在国内加入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民人组织 民主中国阵线 我无一例外的都是劝退对方 我说你要是有心要做事 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呢 不要以一个先加入一个 被中共定性为是它的敌对组织的方法 因为这在中国真的太危险了 等于说你可能还什么都没做 就已经是被他们盯上了 而且呢 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 那么在海外有很多可做的 首先呢 我想一 就是我们在海外可以复制它的做法 让它的做法可以在海外无限的扩大 包括呢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海外 就是像华人聚集的一些城市 然后特别是街头巷尾学校商店去贴传单 像多伦多 我都已经知道有我们的朋友 有不少现在去做 包括在他们所在的学校 包括到那个唐人街 还有到一些商店啊等等地方 那么今天呢 还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个私信 他是从加拿大的莫特利尔 他可能也是出去做了 这个是他把照片发给我了 我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分享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像今天 像光传媒举办这样的一个讨论会 就很有意义 我们可以大家计算广议 可以呢 看看能够把大家的这个想法 有意义的一些思路集中起来 那么还有呢 我们在海外 毕竟在网络上我们是自由的 所以说呢 在网络上可以无限度的去 极大的扩散它的信息 那么另外呢 其实在海外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方面 是可以做的啊 第一就是我们有言论 舆论行动上的这种声援 这样的一种救援 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大 做的反响越大 对它就是直接是一个 声援和救援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啊 跟这个中共对抗 其实呢 有一些经验 就是呢 凡是事情闹得越大的时候 其实中共 它确实是会更加的忌惮 它反而不敢 就静悄悄的 就把人给就弄掉了 因为它知道 它在这样的时候 它可能会承担 更大的成 就是这种成本 那么所以说呢 在海外 我们用最大的努力 去宣传它 本身也是在救援它 那么第二呢 就是人道救援 刚才前面那个 小康兄 还有封锁都说到了 这个人道救援 我始终是坚信 人道主义 人道救援 是一切政治行动的 一个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 很多的政治行动 实际上是 应该说是无本之源 所以我是1989年出来的 我从1990年开始做 国内的 当时是六四受难者的救援 就做了好多年 后来1993年的时候 我们还成立过一个叫做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我是主任 那么呢 也有一个 等于说是有一个 小型的 这么一个小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救援 跟丁锦林老师 也联络了很多年 那2004年 圣诞 圣诞夜在我家的聚会 晚餐的时候呢 我发起了另外的一个 叫做 食源人道救援行动计划 就是觉得在这个 人道救援方面呢 就非常困难 越来越困难 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人 感到恐惧的时候 那么再有一个呢 在海外 尤其是早些年 来到海外的人 很多人其实非常的辛苦 非常艰苦 那么我就决定呢 让参与的人 每一个人一个月捐十块钱 那十块钱 对一般人来说 负担不算很大 如果想一想呢 我说你少到 麦当劳去吃一顿汉堡 差不多也就能省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个方法呢 现在算起来也做了十七 十二零零四年 十八年了 我们有五人的理事会 我们有定期的改选 而且呢 也有这个 一票否决制的 这个 这个 算是我们的一个规则 就这样的话呢 任何人 都不需要在这个组织当中 拉帮结派 所以我们一直在 对国内的行动者 予以这样的一个 人道的声援 那么现在 四通桥勇士 他做出了这个壮举 那海外的人道救援 就必须要跟上 所以说呢 应该是 我们大家想办法 去寻找他的信息 他家人的信息 那么一定要让 就是就不能让 这样的一位勇士 他在撕破这个黑幕的那一刻 看起来是一个个体 但是他的这个理想 他的行动 他的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不是一个个体在做 那么我们呢 在这样的时候 就必须要显示出 我们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 那第三就是在国际社会 必须要做的 就是外交救援 我们可以给自己 所在国的政府 议会 总理办公室 总统办公室写信 介绍这个人的壮举 说明他的这个意义和重要性 那么一旦国际社会 有比如说 有国家的领袖 出面关注他的行动 关注他的安危的时候呢 其实确实会对他的安危 有一定的这个保障 包括我们也可以找外交部 通过外交的渠道 要求我们所在国的外交部 向中共去询论 这个人现在的下落 以及他的现况 那么另外呢 其实国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权组织 我们有一些常年在海外 从事人权活动的朋友 那么大家呢 可以是发挥自己在这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 多联络这些人权组织 把他的信息 把他的事迹 多传播出去 那么另外就是舆论 这个舆论当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国际重要媒体的报道 追踪 如果是一直在追踪 把他作为一个热点 一个焦点 那么呢 显然他可以在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当中呢 就保持在这个聚光灯下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相信其实中共 他应该是有所忌惮 他知道他所面对的 是整个国际社会 对这个人的关注追踪 以及呢 特别是有这样的一个 强大的舆论的压力 能够让他们 至少我们在 一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保障 假如说能够 最后的一个救援 就是呢 假如说 他在中国能够 获得人身自由的话 看看能不能通过 国际社会的外交努力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人到救援的方法 能够把他 救援到安全的地方 现在我所想到的 差不多就是这些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 一口气讲了六条 一个是我们个人的 发生行动的救援 第二个是人到救援 完了之后 外交的救援 估计人权组织的 一些压力 舆论的 一些压力 以及 以及把 他本人 我觉得也可能 也包含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他的太太 能救援到安全的地方 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听得很受鼓舞 也觉得 这个事情 大有可为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参与 非常受启发 谢谢 谢谢老师 小康老师 你的文学家 能不能给我们的想象力 再添点翅膀 就是我们还能做哪些 小康老师 有请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要有一些 很具体的 这个事情要做 那么 安娜 安娜刚才已经讲了 他们光传门已经有一个关注组 是吧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有人 有这么几个人 但我不知道安娜 你那里关注组有谁 有几个人 苏小康老师 苏小康老师 我打断一下你 不是光传门的关注组 是我们 是 是大家的关注组 我们光传门也参与 不是我们光传门专门的关注组 这个 这个关注组很重要 现在比如说 刚才盛雪已经讲了 那几个意思 其实也是我要讲的 第一就是说 我们要写出来几篇东西 中英文的 是吧 关于这个彭 是叫彭 彭丽发 是吧 彭丽发先生的这个事件 我们叫他 叫什么桥 通桥事件也好 怎么样事件也好 定义下呢 写出来中英文的材料 赶快 发给几个地方 比如说第一 就是人权组织 我就知道的 比如说 人权观察 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这个人权观察的总部就在纽约了 是吧 他们是对整个国际的人权管道 他们那里是最通的 发给像他这样的地方 另外比如说 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个 Smith 对吧 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 可能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退休了 我们是能够找到的 国会议员 发给这些人的办公室 这个 还有当然是媒体 是吧 媒体就是说 不管是中文媒体 还包括英文媒体 就是说 人权组织 这个政客 是吧 国会 还有这个 媒体 是吧 这要赶快 要起一草 几份 中英文的东西 要发出去 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这种手段 使得 国际社会上 出现 彭丽发这个人的名字 和这个事件 这个就叫国际压力 就会到中共那里去了 只有他的声音 上了这个台面 那么他在里面的情况 就会好 就会 就会好一点 是吧 因为国际上知道这个人了 是吧 如果国际上完全不知道这个人 那就惨了 当然了 这个我们也不能抱 太大的希望 因为现在习近平 这个政权 这个制度呢 已经是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都知道 两个人 一个高之胜 是吧 一个王炳章 对不对 高之胜现在 根本就是 这个 怎么讲 生死不明 这个人还活着没还着 我们都不知道啊 王炳章呢 是因为他们家里 他的弟弟 他的妹妹 他的女儿 儿子 的那种 坚韧的这种努力 是吧 使得王炳章呢 就偶尔总是 还有声音可以知出来 知道他还活着 是吧 这就好得太多了 所以这都是要有国际压力 国际压力的办法呢 就是这么刚才我说的 那么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赶快 写出来文章以后 发给这些地方 这一条呢 是第一步要赶快做的 这个 然后呢 当然我们可以 这个做完以后 可以再来下一步来商量 具体还能再怎么往前走 是吧 这个要去请教一些 这方面的行家 我也认识一些这样的人 问问他们这些事情 我们还能做什么 是吧 比如说 怎么去了解 他在里面的情况 这个很重要 比了解他在黑龙江家庭 的情况还要重要 他进去以后 是吧 我估计呢 习近平他们这个 习近平会非常恨这个人 你知道吧 这个是他最最最 危险的地方 就是他在二十大之前 搞这么一家伙呀 那是让习近平恨透了他 对吧 所以呢 习近平会对他非常不手软 那么 他也知道这样的人去走法律程序 判他等等 不见得对他对习近平 对共产党有利 所以就把他搞的就在那里 失踪就完了 是吧 就我们猜测啊 他们会不会走这一步 什么消息都没有 你比如说像高智慎这件事情 我就到今天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 因为高智慎这个事情 不是今天习近平政权搞的 是以前的 老实说是 是江泽民时候 是不是江泽民时候 就是罗干他们干的 江泽民时候的这个 这个叫司法 撒谎是罗干嘛 这些人非常的狠啊 然后呢 就等于说 这些人把高智慎弄到哪里去了 或者是弄坏了什么事情 他们不出来说话 然后呢 下面的这几届 这个 新的这几届政权呢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坑 就变成把高智慎的事情 弄成今天什么样子 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就说 当然比较懂这方面的人 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 一些可能性了 是吧 所以呢 彭丽发先生的 下面的情况 可能会有几种可能性 我们也需要掌握 也需要去从 比较熟悉的人那里 去了解 他的这个 司法过程会怎么样 或者根本不会走 司法过程 等等 这是他本人 对他本人 我们觉得 我觉得要 就是 主要的就是 施加国际压力 要造成国际影响 这一点 要花点精密去做 是很多work要做的 需要人来做 我觉得我们要协调协调 我呢可以找些关系 是吧 但是大家这些具体事情 要大家来做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当然就是第二步 就是他家属的救援的问题 家属救援问题呢 我们现在连一点信息都没有 所以现在第一步的是 要不管怎么样 要通过国内的信息 要去了解 他家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状况 需要哪样的一些帮助 这个也是要有人去 去摸索 去做 是要指定人来 通过国内的关系来找 然后 把情况弄清楚了以后 当然再来考虑 怎么帮他们 是吧 是钱的问题也好 还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好 这个第二步再来讲 所以先要了解情况 我就先说那么两点吧 谢谢苏老师 苏老师 你看看 就提了这么多想法 也愿意奉献自己的 一些关系资源 给我们很大的振奋 我觉得大家具体的 每个人能够盯着做 我觉得这个事也可能 更多的是一个 还需要有耐心 要持续 不如说一天两天的热情 就完了 是吧 很多事情 把他情境当成一个新闻 那就很快就过去 有些人持续不断的 来关注来做 我觉得应该说 非常有意义 萧顿老师 萧顿老师 您在这个救援方面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老师 周老师你听见了吗 有请周老师 好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就是立即团结 至少是海外华人 或者是 在美国的华人 大概有五六百万 完了 提名 提名 这位 勇士 获得 这个奖 什么奖都可以 当然比较有影响的 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在中国人 已经有三个人 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个 达莱拉玛 第二个 刘晓波 第三个 彭里巴 这都可以 因为现在呢 我们是在一年半以前 我们在美国成立一个朋友会 就是希望蓬佩奥 当时他是国务卿 能够出任 美国2024年的美国总统 当时呢 他好像还没有说他要参选 据他们跟我说 说可能他宣布参选 但是我们这个朋友会 是一年半以前成立的 团结着 这个欧盟 北约 日韩台 当然特别是美国 先成立一个 华夏 委员会 第一步 就 俄罗斯进一步解体以后 或者是促进他解体 重温 1991年 12月17号 戈尔巴乔和叶利欣 共同宣布 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简单解说 他说 宣言如下 马列主义 经过70多年的实验 从理论到实践 都是失败的 历史和事实都已证明 这是彻头彻尾的 祸害人类的 荒谬 邪说 所谓的扶政驱邪 斯大林 为了统治 俄罗斯和世界 把社会主义制度 和共产党 不断的 推向世界各地 也推向我们中国 给我们中国 带来深入的灾难 在世界各个角落 只要出现共产党 就会出现内战 饥荒和恐怖 为此 我们在格林秉立宫 真诚的向全世界 向受共产党迫害的人民 和国家道歉 现在我们正宗宣布 第一 前苏联共产党的 所有组织 全部解散 从即日起 前苏联共产党的 任何活动 都是非法的 并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切参与 参与过暴乱和党徒 立即到指定机关自首 并听后处理 第三 没收前苏联共产党的 所有财产 并为俄罗斯国家 所有 并为国家 俄罗斯国家所有 这是苏共解体的宣言 我就为什么重问这事 因为这事 离着这个 17号这事 这是12月 12月17号 要说月份 差点月 要说年头 人家那是1971年 所以我觉得这是具体的 还有就是成立 第一步成立 跨越岛 开发委员会 跟这个 首先支持日本 收回北方市岛 俄罗斯 这个共和国 必须进一步解体 普京必须得进 战犯 法庭 审判 这是一个 就是所谓的 理直气壮的事 因为前两天 你看见这习近平 在这做报告 刚才说谁分裂我们国家 谁分裂 毛泽东 习近平 还有邓小平 你们分裂 中国三百多万平常土地 你们连个屁都不放 对不对 首先你得用互联网 这个 用这个特别是6G 6G还要 还没几 还有几年了 就是全球免费 无限互联网 像这个 光传媒 就这意思 我们都认识好年了 到这来 就得利用这互联网 利用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 办这自媒体 现在美国的自媒体 已经有 我估议得有好几百个 这就是一个 实际的 实际的行动 我先说到这儿 完了呢 我们那个进一步 咱们还可以调论 详细的计划 好 谢谢 谢谢周老师 第二轮的那个 嘉宾的发言 我们结束 下面呢 我想 我们这个活动 已经进行到 现在的已经 一个半小时 下面呢 我想 因为 在zoom里面 有一些听众朋友 进来了 GF 在Clubhouse上 有 到目前为止 有四百多位朋友 参与了这场讨论会 也希望他们能够 现在还有几十位 七十多位 在现场 如果他们有问题 也可以上来提问 或者 GF 你现在方便吗 有请 你有什么要分享的 或者有什么提问 我这里现在有点事 我过一会儿再发言 好吧 不好意思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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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现在方便自由发言时间 剩下老师 苏小康老师 安岚老师 你们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讲 因为现在 Clubhouse上的朋友呢 没有人举手上台 发言啊 可能 可能就是 大家一直在 很 很专注的听 看看有没有要补充的 剩下老师 小康老师 感谢光春梅 今天能够这么及时的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 小型的 大家这样的一个交流会 因为不管怎么说 在这样的事件上 每一个个人 所能够想出来的主意 是有限的 而且呢 个人想出来主意 有的时候 个人也很难 全面的去实施 那确确实实 需要有一个平台 甚至有一个组织 甚至有一群人 可以共同的去参与 那么现在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就能够 也许吧 就是能够举行一些 比较系列的行动 而且包括有那个 就是这个 彭丽发的关注组 这个四通桥 勇士的关注组 那么我们 因为我还没有 怎么太注意到 就是我们如果都能够 加入这个关注组 大家可以 即时的去交换信息 交换想法 并且呢 可以在这里边 看有的人 有的人可以搞活动 有的人可以说 有的人可以 做宣传 有的人可以 做媒体采访 就大家就可以 各尽所能 好 谢谢 我说几句 那个主持人 我也很想 对 就是说到这个关注组呢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最新的进展 我们实际上 在电报群里头呢 有一个关注组 当然我们这个关注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关注组 就大家比较 就是分享一些 相关的资讯吧 这个不是我们这种 真正意义上的关注组 但是我们这个电报群呢 冠名是关注组 那么我们成立了 才到今天了三天 那么昨天 就是成立两天的时候 国内的国安 居然就把我们这个关注组 我们的情况 全部都了解了 那现在我们不知道 是关注组里的人 出现了问题 还是说技术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已经把这个关注组 就给他就 就把这个电报群已经解散 这说明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才成立了两天 那么国安就已经 完全对这个关注组 都不仅是关注到了 关注组里的所有的言行 他们都知道 就说明他们很心虚 他们很恐惧 他们很害怕 所以呢 这个他们对所有的 我想对关注组也好 相关的这些言行 和这个包括国内的删帖 那他们都是会 非常的不遗余力 会关注会打击 所以我想呢 我们这个关注组 以后和将来 我想呢 就是说 大家呼吁更多的人 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关注这个事情 然后能够共同地 和他一起努力 然后能够为他 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想说的 谢谢 我说两句好吧 有请小康老师 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了 彭丽发这 灯高一呼的意义 以及我们现在 怎么想办法救援 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借这个场合 想讲一个更大一点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怎么 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要想办法 不要让这个火 已经点起来又熄灭了 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说实在的 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会议上的诸位 大概我看 慎学比较有办法 慎学是三十年来 就是一个战斗分子 非常的努力 也非常的有热情 有智谋的一个民运 民运女干将 你就是因为你能干 你才遭到这么多的迫害 你要明白这一点 那是共产党在搞你 见了一些人 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 但是我现在要讲 我现在提的这个问题呢 怎么做 实在不是在这里 可以展开讨论的 我只是提一个头 就是彭丽发先生 他呀 他这个人呢 你看他做这个事情的 这个人呢 他是把一切都想好才做的 他非常清楚 他的后果是什么 我甚至觉得 他都已经决定 把命都都叫出去了 在这么大的这个压力 这么严酷的一个专制社会里 他敢做这件事 那当然他知道 他很难活的过 这个人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 我们要是真是欣赏他 真是崇敬他呢 就不要让这个火再熄下去 而且我们刚才 大家基本上都谈到了 这样一个意思嘛 其实彭丽发后面 有千千万万个彭丽发 中国这样现在高压的气候 实际上有无数的人 都想出来 做一点事情 这个每个人啊 现在高压体育 我前两天因为 因为这个彭丽发这个事情 我专门发了一篇文章 其实是一个老文章 就讲 无人上街 一切免谈 今天中国的事情 就得有人上街 共产党这个政权 就是你得有人上街 有人走上街头 有人出来登高一呼 你是去刷标语也好 去演讲也好 当然你出来一个 共产党会打掉一个 出来一个会打掉一个 但是这个火不能灭了 这个 但这个机制在哪里 我们说实在 我已经出来三十年了 我真是不知道 所以看到彭丽发的事情 哎呀 那真是说实在 从心里是佩服这样的勇士 这个你看王丹给他的定义 王丹就非常有创意 这个八九学院的 三十年前八九学院的领袖 他上来就给他定义 是一个新坦克人 为什么他这么讲 他讲他新坦克人的意思 就是说彭丽发誓 活上去不要命的 坦克人就这样吗 坦克人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那个坦克人往坦克上面 坦克前面站的时候 就是准备你压过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王丹他就一下 就想到这个定义去 新坦克人 这个但是这个 他的这个定义呢 我现在我在网上看看 也只有 因为现在王丹在台湾嘛 就台湾那边有人 在讲他这个定义 其他在网络上 并没有多少人用他这个定义 是吧 我只是举个例子了 就是说对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些人的反应 跟其他人反应不太一样的 但是呢 我是说为什么说王丹呢 意思就是说 让这个火不要灭下去呢 我们还真的要去跟王丹 王军涛啊 他们这些人讨论讨论 这个呢 当然也是我多少年 就在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海外跟国内 这个一块儿 这个联手的这种机制 还有没有怎么做 彭丽发的事情 至少让我看到 国内还是有无数 这些有胆有谋的人啊 彭丽发不站出来 老实说 我真是对国内没有什么信心啊 我觉得国内就是 就是过去我们讲的那四个字嘛 叫什么 岁月静好啊 其实不是啊 在岁月静好底下 就有彭丽发这样的勇士啊 那么这样的人 我是一直没有机会再见 这个王军涛啊 再见王军涛我就会跟他聊这个问题啊 这个这个 怎么去在国内找到 我们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啊 说 说这个国内的这个 这个 辛亥勇士在哪里 人家说 海外的孙中山在哪里 今天大家问你 今天的孙中山在哪里 是不是 你海外都没有孙中山 国内有什么辛亥勇士啊 可是现在我 彭丽发的事情出现 就给我们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难堪啊 国内就是有勇士啊 那反过来就问你 海外的孙中山在哪里 是吧 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个彭丽发的事情啊 对海外的这个 这个激励啊 鞭策啊 这个这个 这是我是随便这个 想从 不要让彭丽发点燃的 这个火苗 熄灭了 我们能做什么 我就是这样提一个问题 OK 谢谢 谢谢这个 小康老师要给我们 提供新的思路啊 我觉得这 这个今天 昨天 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也有这种想法 就是 先上 包括线下 这样一些专题的讨论会啊 要 要持续不断的搞 只不断的能够 吸了新的 新的想法 啊 我们把这个 至少啊 把这个事情的热度啊 不要短期内 很快的降下去啊 那我觉得这个通过今天的这个 大家的讨论 我相信我们 光潇梅的 包括关注的朋友啊 也学到了很多啊 周老师好像开麦了 周老师您 您有请 哎 可以 你想让我说什么 啊 还是围绕那个 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 能做点什么 尤其是海外的 刚才 刚才 苏小康老师 还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这个辛亥 辛亥革命的时候啊 就是过去大家讨论 讨论是国外的人 就抱怨国内的人 国内的人 辛亥 那些勇士在哪里 是吧 现在呢 国内的勇士 出来了 对不对 或是真的摆在我们面前了 是不是我们也借此访问 这个 孙中山 国外的孙中山在哪里 这些人在干这什么 所以 我觉得国内 国内的这种勇士啊 从来没有做过 对 只不过有些人在 孤陋寡闻 不知道 特别是孙中山 孙中山 我们以前认为 辛亥革命 是孙中山 从海外回去 领导了武昌起义 发动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 这是个误解 实际上 辛亥革命 这个推翻了 所谓大清王朝 这个认识是有误差的 实际上人家 大清王朝 是在当时 著名的知识分子 袁世凯 张之栋 李鸿章 宁国藩 他们这些人 共同的运作之下 人家退位了 退位诏书 写得很清楚 确立共和立宪国体 但是呢 111年了 也没立起来 所以我们这真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国 100多年 就没有立起来 这个共和立宪国体 原因在哪了 这要好好地分析分析 所以我就说呢 这个事儿 包括这个 三万 外蒙古 外西北 外东北 一共是320万 平常的土地 相当于印度 这么大的面积 我们就丢了 很多中国人就不知道 但知道97年 英国比较讲信用 把大清政府 把香港隔给他了 99年 到了1997年 人家还过来了 实际上 大清政府也把海山委 当时隔任给了 俄国 俄国在1995年 也到期了 一个是俄国不讲信用 他不向大英帝国讲信用 我借你 9100年 我还你了 还有中国的这些 所谓的不明其妙的人 比如说邓小平 江泽民 他们就回到 你知道吗 到现在 习近平无知无能 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所以我就说 一定要追踪 追踪他们这个问题 要跟台湾合作 台湾是中华民国 111年了 人家是 这个已经实行了 所谓宪政 立宪国体了 所以像这个大陆 出这些有事 层次不同 因为我有好多学生 我在中国大陆 教了55年学 在人民大学 我教了33年 就我身边的学生就有 所以这些呢 尤其在美国的人 美国的人 这些人都不团结 这是一 主要的毛病 所以我说在美国的华人 应该在 应该学习 在美国的犹太人 美国的犹太人 大概也是五六百万 非常是团结 所以我为什么说 要反省呢 比如说89年 33年 当时的这些热血青年 像这种 这个朋友这些人 在巴人有的是啊 否则我们需要 为什么被打死 八个大学生呢 北京市为什么被打死 成功百上千人呢 你想想 蓝坦克的也不是那一个 就是这个 对着这个 对着枪 英勇牺牲 或者抢救 抢救那个受难的 这个同伴 所以有人就提议吗 诺贝尔和平奖 应该给北京人 当然现在我觉得 要是有 有实验 有这个实在感 那现在 打头的 就是这个 立法 就是这个立法 所以我们在美国 我们可以提名啊 你比如说在美国的 美籍华人 至少有五百万 关系不团结 比如说这些 某些人 内斗 比如说前几年 我就来这 我就听他们说 这帮家伙 互相抓特务 不抓特务 是列宁的招啊 列宁他搞四万委员会 接着任司机 还有萨林的招啊 对不对 我怎么到了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怎么到美国 还抓特务呢 我得希望你们都反思一下 或者叫反省一下 这是关键 别的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 咱们先说内 叫做扶正 驱邪 正气在哪呢 正气首先 在我们美人心里 你没有扶正 你怎么驱邪了 所以我们就 我们有些 有些 有些企业家 或者就是有些 中华人 或者华夏人 我不叫中国人 因为人家 蓬佩奥他们已经改名了 叫中共国 而且我一再跟他们讲 1948年 马斯恩格斯写的 共产党宣言里的写着 工人无祖国 当时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 老师就说过 这是一个共产党的 经典的文件 工人无祖国 不能博得他们没有的东西 这一帮家伙 热爱祖国 没祖国 你知道爱什么呀 当时人家 马斯的正宗的观点 就是要全世界的 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是个这么个观点 但是马斯有错误 有严重的错误 是那个罪恶 但是马斯有一句话 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这个概念 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用华向 自由人联合体 我们先把亏岛要过来 亏岛是比台湾岛大一倍 台湾是3.6万平方公里 亏岛是7.2万平方公里 从唐朝就是我们的 很多人知道都不知道 特别是海山伟大屠杀 他们光知道南京大屠杀 杀了据说30万 那海山伟大屠杀 也杀了将近2030万呢 怎么说 你们就不知道呢 所以我最近我明年 我就准备在北卡买个地 农地 在这跟他们在合伙了一块 搞一个海山伟大屠杀纪念馆 因为美国你可以干这事 海山伟的 不是这个北卡的地也便宜 这就是我具体的事 就是利用这个互联网 就办我们这自媒体 你像那个光传媒就是自媒体 因为在美国有一定的新闻自由 所以就利用这个 这个光传这个什么传媒 叫自媒体 但是自媒体得联合呀 因为你一个自媒体 你的这个订阅最多就十几万 几十万 但你在美国有不少自媒体 如果要联合起来 至少是几百万 自媒体搞联合的一个契机 就是给这个彭律发 律发申请一个国际的大奖 好的好的 邓老师 因为要这种事呢 他不是说给他钱的问题 对不对 你给他钱 现在也不可能到他手里 现在主要是救命 怎么救命啊 就利用这个互联网 如果全世界的这些人选组织 我估计得有成百上千 还有这些华人 华人现在14个亿 海外华人应该说加一块 应该是一个亿 美国的华人好像是五六百万 给他 现在先得救命啊 就先得遏制住中共的残暴 因为中共有一个残暴的体制啊 而且他杀人无数 你想想光这个所谓 你们都知道所谓的大饥荒 饿死了几千万人 六四一样 他又打死了成百上千人 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 当然就是这个 彭丽帕 那怎么叫他呀 舆论啊 舆论就是利用美国的这个 有一定的机会自由 就利用他这个所谓的六计 六计现在还没有 但已经有四计 四计越过五计 直接奔六计 就是全球免费 无限互联网 这个互联网 在乌克兰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时候 用了一步 而且效果非常好 当时俄罗斯 我记得是乌克兰的一个副总理 给这个科技奇才马斯克打一电话 十一个小时就回电话了 就把他能用的 卫星和他地面的一些附属设施 人就给了 所以说这次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大败 为什么呢 通讯不行了 所以我就想这也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先说到这儿啊 好 谢谢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谈到这个自由 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由啊 这个彭丽发事件的这个标语中啊 我觉得也 也非常非常强调 这个不要和善要吃饭 不要风控要自由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 做公民啊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能够激动 普通人 普通人的那个寻找自由 寻找做人的尊严的 这种力量啊 这种力量 还有一个我再拆去啊 还有一个字就润 盘是来到美国的 千方百计的帮着中国大陆住的人润 叫做有条件 要润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得润 尤其像你们那样的人 你们都来了 来之后有些我就 我在这个美国见过一些 来美来美国的中国人吗 我说你们应该帮助 愿意来美国的一切人 他们还有人就跟我说不希望 他们不希望中国人都来美国 因为来到美国 跟他们形成竞争 我这种狭隘的这种心理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么猖狂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我就说来美国的人 一定帮助他们来论来 现在是500万 我一再说嘛 美国在200多年以前是300万 现在美国3.3个亿 去年来到美国的所谓非法移民 100万 包括我这周围 我住在巴尔顿 我们这周围就有乌克兰难民 有阿富汗难民 以前就来过好多越南难民 对不对 我说你们为什么帮助他们来论呢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还有一定要跟民国 蔡英文总统联系上 叫他也出面 也先在人家这个 习近平的讲话里说了嘛 我们不承诺 不使用武力 他还要越武扬威 他想暴力通过暴力手段 来消灭我们中国的这个 自由民主 这个一块基地 就是所谓民国 中华民国 现在主要的 这个地方 在台湾呢 在这么说 所以说台湾根本就 他们就说台独 完全就错 哪来的台独啊 我就有知识共独 红独 哪来的台独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老得把他们的基本概念 给他们说清楚 因为我一再说 我是当老师的 我就讲这三个基本 基本事实 基本概念 基本的这个逻辑 就是这个互联网嘛 好的 首先先得让这个 勇士 安全 国际压力 什么叫压力 就是 信息 这个压力 就是舆论 我们就 我们就比如说 这个十一月 他们的 美国中期选举 我这也找了不少议员呢 对对 我希望你们作为 中期选举 好像参议院 共和党跟那个民主党 等同的 据说 众议院 民主党比共和党多了 有十来票 据他们预测 这次有可能在 众议院选举的 中期选举中 有可能 共和党有可能翻牌 这个 这是两党政治 我们不参与 但是我们认为 我在一年半 以前我们就认为 蓬佩奥不错 首先 西点军校的 头一名 第二个 他是哈佛大学 法学院的 第三个 他又当过 中央节目法局的局长 也就是行政 能力挺强 第四年强 周老师 你能不能找 找蓬佩奥 为这个 对呀 蓬蒂帆 说说话 两棚 两棚 OK 那么我们 这个今天 因为时间 我们已经进行了 两个多小时了 周老师 那边也比较晚了 苏小康老师 也比较晚了 谢谢老师 你还给你 因为你有想说的 给那个 两三分钟时间 你需要吗 谢谢 其实没有什么了 就是各位都讲到 真的很好 今天很有幸 跟 周小静老师 还有那个苏小康老师 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那么现在在海外呢 其实有一些 很多地方 有我们的这些群体 有民营组织 那我也希望 这些地方的朋友 能够现在呢 积极行动起来 我们昨天 已经是在中共 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前 以及在中共 驻温哥华 总领事馆前呢 都已经举行了 声援 这个斯通桥勇士的 集会行动 示威 虽然人不太多 我们昨天四五十个人 那么也有媒体 好几个媒体报道 包括在加拿大 当地的多元文化媒体 就是当地的这个 就是在加拿大 全国的中文电视台 也到场报道了 那至少 就是我们现在 很多人呢 能做什么 就尽量的 勤快一点 做什么 这是最简单 最实在的 谢谢 我也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 加拿大的这些信息 但是还真的 不知道是您来 主持领导的 非常非常钦佩 非常感谢 我们在加拿大 我们的 我们在加拿大 这边的民运组织 OK 而且这一次呢 首先提出来 要采取这个行动的 是年轻人 是几个二十多岁的学生 那么他们说 我们在海外 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勇士 所以大家就 马上就认同 这样的一个提法 就一天时间 我们就准备了 就昨天到 但是昨天 有一点点的小插曲 因为多伦多 昨天举行了 马拉松比赛 结果呢 就是中间的 一块地方 所有的路口 进城的路口 都被封了 我们昨天是 我们从家里面 差不多提前两个小时 出发了 就是想到现场去 在路口啊 先去发发传单 结果我们怎么也 进不了城 后来是 我先生开车 慢慢绕 我跟朋友下了车 去改乘地铁 去赶到现场 不过呢 效果应该也不错 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非常好 看到了 看到了 谢谢 您的话筒 被静音了 OK 刚才 刚才其实封锁 我提到的一个标语 提到这样一个标语 就是说 不要和尚 要法治 不要封城 要自由 最后要 不要中国 要解体 不要广东 要越国 这个标语 好像他们查出来 不是在广州 这是在你们加拿大 哦 这个 这个 他们有 这个桥后边 这建筑物 现在倒是看不出 对 OK 这个是加州的市政大厅 好像是 加拿大还是加州 加州的 OK 好的 加州的市政大厅 那不是加拿大的 所以 所以就是要 我想这也是举手之劳 对不对 就大家 想做的人 总是可以做的 这样是做的 苏小康老师 要不您 来总结 总结两句 我们今天 就算是 你来总结一下 我们就要结束 因为这个时间也很晚了 苏老师 你没有开麦 不是啊 你总结就好了 我不要我总结 我是一个 这个 发言者 是 我觉得你的分量重 那么我们呢 今天呢 就算是一个 你总结 开场就是 这个在 光潮媒啊 他们这个支持下 搞的这个关注组 搞讨论会的第一场 我们相信还有后面的 以后的第二场 第三场 可能第二场 第三场 就不一定在网上了 我们可以在线下 来更多的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非常高兴 能请到 所以刚刚老师 周销胜老师 周销胜老师 盛协老师 周销胜老师 来这里啊 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么多啊 查先生 查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有点事 然后那个 我想 借这个机会 说两句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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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刚才 听了很多 这个 大家的发言 我觉得都特别的好 我想呢 从一个 不太一样的视角 来说一些 我的想法吧 首先呢 我觉得这次 这个事件 发生的这个背景呢 相当的有意思 一个呢 是他是在 这个二十大的背景下 同时也是 这个COVID-19 三年 并且是国内疫情 开始呈现 控制不住的 这样一个趋势的 这么一个背景下 发生的 那这件事情呢 在我的记忆里边 他应该是 习近平上台 这十年以来 最显著的一件事情 可能 之一都不算 应该是最显著的 因为在北京 习近平之争的十年 基本上没有发生过 这么显眼的一件事情 甚至可能是 如果说在北京 上一次 一个非常具有 世界性效果的 一个事情 可能是 可以追溯到 法轮功的 天安门的 这个自焚事件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 为什么在这么 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在这么一个 时间点里边 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这几天 一直在想这件事 那么因为 实际上 历史给了我们 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而且呢 我在这过去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甚至我们可能可以 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习近平的十年 尤其在他上台的前五年 乃至一直到 疫情大爆发之前 习近平在民间的呼声 或者说在民间的威望 都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当然实际上 我们是知道 它实际的背景的 但是呢 作为很多的 国内的民众来讲呢 他们是 具有一种 蛮虫的一个状态 他的威望实际上 是相当的高的 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爆发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地方呢 它就给到我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启发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 我们不能排除 这个疫情的爆发 和国内的 对待疫情的政策 导致的宁愿 在这几年的一个 很快的一个 上升的事态 那么我们看到 过去的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这两年 尤其是今年以来 上升的 民怨的上升 如此快 这说明了一个 什么现象 我觉得这说明了 一件事情 说明了一个 一个人性中的 一个弱点 就是什么呢 在过去的 这么长时间里面 我们接入了 中共的很多的暴行 但是没有引起 足够的共鸣 实际上人性 是有一个弱点的 就是你 你给他一个好东西 对方不一定会接受 甚至会产生 很强烈的抵触 而一个人要觉醒 他更重要的是 来自自己内心的发现 我觉得这个 疫情这件事情 是中共给予社会 一个非常强大的 一个压制 在这个情况下 实际上 民众的觉醒 可能中共给的力量 要大于我们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 不断地去 去传达的那些 那些信息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说人 他只相信 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再好的东西 如果你是给予他们的 你是给予他们的 那么他们不愿意相信 那么收效 也是甚微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讲 虽然我们 在今天晚上 花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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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包 在包养 这个 彭丽发的 这个壮举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确实是一个壮举 但是我们 是不是可以从 另一个角度来想 彭丽发的现象 是怎么产生的 我想这个人 在他 产生这件事情之前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 所以我大胆地认为 他是一个孤立的 自发的一个 自我觉醒 而这种觉醒 在中共现在的 这个 是在中共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政策背景下产生 所以我觉得 中共现在的政策背景 其实非常的 相反是非常的 对于我们来讲 是非常有利的 我觉得可能 我们在未来的 过程中间 我们要更多的 去 去唤醒民众 通过一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通过唤醒民众 告诉他们 中共的一些政策 它背后的考量 究竟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中共的政策 它是一种 通过包装的 这种面目出现的 所以死的民众 并不能看到 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在这次二十大的时候 尤其是 这几天 这个从人民日报 传达出来的消息是 中共要继续 坚持清零政策 这个清零政策 其实它背后究竟是什么 当然中共经过包装 甚至说是 习近平 他是为了 为了每一个人的 这个什么 人民的生命至善 但实际上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 中共的每一个政策 它背后 它的邪恶目的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方面 去激入它 对于呼唤民众 自我觉醒 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 他为什么要坚持清零政策 其实在我的视角上来讲 其实它是 它是中共的一个 控制人民的一个手段 必不可少的手段 因为我们看到中共 它不能够 或者说它通过清零政策 在每一个人的手机里 安装APP 这样一种手段 它通过清零来 通过疫情的清零来包装 实际上真实的目的 是要跟踪每一个中国人 中国民众的心中 监听每一个人的 这个说话 因为只有通过这件事情 通过疫情的爆发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去让每一个人 不得不在手里安装 这个他的手机里安装APP 再通过大数据分析 能够掌控 能够掌握民众的 这个人的行踪 能够及时的发现 危害中共统治的社会活动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口 如果他不坚持清零 因为我们都知道 清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全世界疫情已经泛滥了 一个国家去坚持清零 他能坚持一百年吗 中共知道自己做不到 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执政 有可能去对抗 一个全世界都开放的环境里吗 不可能 那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清零呢 这是他唯一的真实目的 就是要控制中国的每一个人 他是做得到的 在技术上他是做得到 因为我就是做计算机和网络的 所以我知道他绝对做得到 通过这个 他尤其是在未来几年 中共准备攻台 那么他一定要控制社会 对于这个武统台湾的反应 要通过对社会的控制 那么最好的借口就是清零 如果把这个理由拿掉 你有什么理由在每一个人 是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人的手机里 安装一个APP呢 这个APP其实是一个间谍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口 那这个问题呢 我发现没有什么人去讲透的 没有人去告诉每一个中国人 其实你正是通过 中共通过个美好的一个谎言 实际上在监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这之前 我们看在疫情爆发之前 中国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通过个美好的谎言 包装出来的 什么呢 就是摄像头 摄像头真的是监控交通吗 真的是监控治安吗 不是的 监控每一个人 那摄像头不如APP更精准 所以中共已经卖过了摄像头 卖过了APP APP能强大到什么程度 能够做到就地拘留某一个人 只要我把你的APP赋予红码 你寸步难行 这就是就地拘留 14亿人中的任意一个 这个能力是相当恐怖的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中共的每一个美丽的谎言的背后 都是一个邪恶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 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需要我们去宣传彭尼范 不需要我们去宣 去苦口婆心的告诉每一个人 中共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他们自己会决心 好吧 我就说这些 这是我的一个 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来思考这件事情 也是我这几天的一个收获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杰夫 杰夫是来自于 Clubhouse上的网友 是一个网络技术方面的专家 我就非常高兴 能听到他的不同的意见 而且我觉得 安娜 他们搞的这个关注组 也特别需要这样的技术方面的 包括光泉媒的这个网站 也特别需要 这些技术人的支持 来传播真相 揭露事实 揭露真相 这个希望杰夫 加入到这个关注组 那么今天的时间 我觉得以后 过去了两个小时十分钟了 我不知道安娜 安娜姐还想说点什么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各位 感谢盛协老师 周小生老师 顺耀康老师 感谢 已经离开的周峰所先生 大家提了很多 很多很好的建议 我们进一步的整理整理 整理之后 我们在可能在线下 或者线上 我们再进行一些 专门的 那个报告会 和那个研讨会 希望大家 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希望大家 下一步也 更多的朋友 Clubhouse上已经有 我看一看 已经有将近 也497个人 参加我们这场讨论会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 能够更加勇敢的 来发言 像杰夫这样 更多的朋友 能加入到 这个关注组 我觉得关注 盆利发 我觉得不仅仅是 关注盆利发 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寻找我们的人生的尊严 寻找我们自由的意义 的一部分 我们 能走出一步 哪怕有一点点小的勇气 我们的人生也 因此会得到改变 我们再生恐惧 就多了一份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 我们要在行动中去 传递 更多的人 在一起 更能够再生恐惧 好 感谢各位 今天 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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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